罢韩投票倒数不到20天 网路上近来流传一份反罢韩 目前面对的困境以及推动策略 这份文件还是由高雄市财政局长李良坚署名 文件中建议韩市长要谨言盛行 不要乱开玩笑乱比喻 做不到的事就不要夸大其词 徒增困扰 罢韩团体就认为市政团队全员启动捍卫官位大作战 完全行政不总理 对于罢韩韩国瑜态度转变 还对自己参选总统道歉 被认为和这份文件有关 只是韩国瑜先前先是很酸罢韩活动 还口出狂言提出石油证件 种种言论引起不满如今面临罢韩局面 市府团队都提建议要帮忙市长面对罢韩 对于文件曝光李良坚表示 这份内部资料是提供建议和看法 不理解为何会外流韩国瑜突然道歉 应该是收到各种意见后做出的判断 也尊重市长的决定